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果然是物极必反 好啦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很新 昨天晚上才公布的消息 没错 我们录音时间呢 是2月6号的下午 然后这件事是在 昨天5号的时候 宣布的 应该是我们很多频道的听众 会很喜欢很开心的 应该是我 对 应该蛮多听众是从 雨声 雨声节显那个时候认识我们的 好 反正就是呢 就雨声不是宣布就是 职丫啊 已经就是没有在要在当竞赛选手了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往那个表演的领域走嘛 然后呢 他就是公布说 在2023年2月26 礼拜天呢 要在东京巨弹 要办一场个人的专场 东京巨弹 他其实已经办 就是这个已经是第二波了吗 他第一波已经去年巡回好几场 但是是 这个场地是第一次对不对 东京巨弹 这么大一场 而且应该是 是新的节目 就是跟他之前巡回的内容 应该是不一样 原来如此 果然是粉丝 我没有在追他的表演的 我有追 可是我知道我一定 就是抢不到票 我一定抢不赢那些婆婆妈妈 我一定抢不赢 所以我从来没有笑想过 我可以抢得到票过 所以以后如果在日本的话 你会想尝试要抢票 当然要 我当然会去 其实我蛮想看的 但是我想看就会跟你一样 我会想说 要看就看现场 就觉得说 包含那个冰面的那种冰凉的感觉 应该都会算是节目的效果 你会听到他那个冰刀 卡在冰上的声音 对对对 那个冰被削起来的声音 很好听 我可以理解 有在看六冰比赛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旋转或者是他们在跳跃的时候 那一瞬间的那个速度的声音吗 很迷人欸 迷人 而且你会看到那个冰会飞起来 就是碎冰吗 嗯 那个冰面其实会蛮破碎的 就是在很多场 就是竞赛完之后 我去留学的那一年 我其实有去现场看过冰演过 就是跳舞的表演的 就是也是那些在奥运会上 会出现的那些选手的表演 哦 他们每年都会办啦 然后会办好几场 赚钱的那一种 然后因为那一年余生就是也是角受伤 所以那些表演他都没有参加 可是那时候的那些顶尖的选手的表演 我有去看 就是真的很厉害 很精彩 但是票价也不菲 我记得我是买一般的 就是不是最前面 然后也不是最便宜 就是一般的票价 大概多少 两万吗 两万 还是一万多之类的 很贵 很贵 跟看歌舞技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我 值得真的 毕竟现场能 能卖的票就是那一些 所以 而且场地费感觉就不便宜了 租金啊 然后再付给每一个表演者的钱 想一想好像觉得两万日币的话 又可以理解 就跟去一趟迪士尼一样的价钱 就看你要去迪士尼还是要去看人家 就是兵舞这样 然后就是 他在这个东京巨蛋这场地 是可以容纳五万多名的观众 然后呢 台湾的如果想要看的话 我是看到 华纳威秀 不是华纳 我是看到威秀 威秀影城 华纳威秀已经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他现在只有威秀啦 就是看到威秀影城 有那个现场的直播 然后特别还看到就是雪鸡精一直在 在打广告 好笑 雪鸡精现在就是 威生结贤跟心缘结义 对 在撑着 他们两个 他们选的代言人形象都很明确 对很符合 就是那种白白净净的 选的真好 真好 这两位都是我超爱的 真的 而且就算威生就是一个男生 然后他代言那个也完全不会有那种违和感 好迷人 他就是一个 像小妖精一样的存在 你不觉得吗 对啊 好 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看威生的 就是现场直播的话 是可以到威秀去问一下 然后票价是一千块 这个价格 非常可以 很便宜 很便宜 我们看Double Live 那个时候退 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公演的时候 票价还更贵 我记得是一千四 而且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看到一半 还一直中断吗 那个 网路 网路 我就觉得 好便宜哦 一千块 大家抢起来 所以就 就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买票观赏啦 这是我们今天 就是带来的第一个 比较轻松的一个消息 好 那下一个消息呢 就是我上周不是有在IG上面有发 就是发一个贴文 然后就是有说什么 啊 这礼拜可能会讲一个 就是 应该算连台湾媒体 都很多在报导的一个连续抢劫的一个集团的事情 你有follow到这个新闻吗 有 因为连台湾就是那种民视华视TVBS 他们其实都有在报耶 这件事闹很大 好 先跟大家 大概讲解一下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好了 就是 就是日本在这几个月 其实一直都有零星的发生一些抢盗事件 就是家里被人家入侵 然后进去里面搜刮你的财产这样 然后它是很分散的 所以 一开始就是 警方不知道这是同一批人 都是同一个集团在做 就分别 就是遍布在八个都道府县市 嗯嗯嗯嗯 然后 但是最近这件事情就 整个就是沿上 就是因为说 他原本就是只有抢劫而已 然后最近就是 最新那一起 就是因为有一个 90岁的奶奶被 就是嫌犯杀死了 就变成了 强盗杀人了 就不是只有一般的强盗 所以警方就 就觉得这件事怎么突然 变得那么严重 犯罪升级的感觉 嗯 然后往下追才发现说 这几个事件 好像都是有关联的 是一个同一个集团在做 那为什么警方会这么晚才发现 说 他们是同一批人 同一个集团在后面操控 是因为这些小弟 其实都没有关联 嗯 这个这几个犯案的人 是没有关系的 就追捕到线索 不是说什么啊 都是同一个城市出生 或是都是同一个 什么暴力团出生的 不是 他们都是在网路上 就是 你有时候在华 社群媒体不是有时候 会看到一些什么 高薪打工 什么 一天就让你赚 多少多少日币 多少多少日币 这边是写说 一次可以100万日元 对 就是他在那边说你干一次 最多报酬给你100万日币 然后就有一些 就是走投无路的人 或者是他真的很急着用钱的人 就去应征了 然后你应征的时候 你是必须要给第一个你的 就是驾照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嘛 身份证嘛 然后他们也不是每个人都有 有那个my number 所以他们会提供驾照 跟你老家的地址 然后还有一些 很私人的 个人的文件 然后你要提供给他们 他们才会说 你录取这样子 然后你录取之后 他们就会用一种 你有听过一个 社交 就是 有点像LINE的软件 叫做 软件我用知语 你被感染了 就是有一个 软体 软体 对 有一个通讯媒体 叫做Telegram 你有听过吗 然后中国人是叫小飞机 这是什么小名 就是因为它的mark 是一个直飞机的图案 它的logo 然后这个呢 我可熟的 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的好处就是 它就是你 删掉这个讯息之后 你在这个时间上就找不到 嗯 就它不会有辈分的 对 然后你的 你的大头贴 跟你的ID 都是可以一直换 一直换 一直换的 然后你的群组 也可以一直建新的群组 再删掉整个群组 所以像是之前 韩国不是有出现一个 什么N号房事件 那时候就是用这个 在犯罪 对 那时候就是用Telengrade 因为Telengrade 那时候就是 就是在主打说 他们的加密 就是他们的保密性很好 然后很安全 所以他们 很多犯罪集团 跟像Telengrade那种 就是 违法的事情 很多 其实都会在 用Telengrade 这个软体下去做 然后他就会用Telengrade 这个软体下去跟你 说你几点 要在哪里等 然后 你要做什么 然后 怎么做 然后 几个人 这样子 然后目标是谁 然后目标的资料 嗯 什么的 他们就是用Telengrade下去 就是跟你沟通 这样 然后 真的组谋的那一些人 就根本就人 就不在日本 所以他其实只要在上面 打打字 他就可以去 策划下面的 所有一切的人 而且最令人 就是 嗯 就是让人家不敢相信的是 这些 不在日本的人 他们是 被拘留起来的人 对 这件事情就是 往下追着的时候 才发现说 嗯 那一些 那一些 主谋们 嗯 用的代号是叫做 鲁夫 就是航海王里面的 鲁夫 然后 他们追到的人 他们其实是因为 很多诈欺或是犯罪的前科 然后人在菲律宾 被当地的警方拘留了 然后人是被关在 外国人专用的那个 那个 拘留所 对 像是 就有点像外国人用的监狱一样 嗯 被关在里面 然后结果他们在里面 其实过得超级爽 你有看到新闻吗 有啊 他们就是贿赂当地的 就是那些 拘役所 拘留所的工作人员嘛 就说什么 你可以升级VIP房 嗯 就你给他钱 就是你要网路 你要电 你要手机 你要电话 你要冷气 有冰箱什么 你要有什么 就有什么 就是你人得待在里面 嗯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继续在日本犯罪 然后犯罪的所得 然后再继续贿赂 然后再继续赶下一票 很聪明耶 而且很会做事哦 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很恐怖耶 就是 对啦 我就觉得菲律宾 还有泰国啊 那一些 警方很 很 那个叫什么 腐败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会出现 这样子的事情 很常听到呢 对啊 因为像是 中国前阵子 有一个网红 他 贿赂了当地的警官 然后 在他旅游的时候 帮他开警车 开道这件事 你有看到这些新闻吗 好像是泰国吗 还是也是菲律宾 泰国 泰国 就是 你真的有钱 什么都办得到 什么事都可以做 就 而且我就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集团的新闻之后 就想说 这件事情很恐怖 因为我觉得 这件事在日本可以做 那在台湾一定也可以做 嗯 就是台湾一定也有很多 少年啊 是可以有 就是用这种 钱 就是把你收买 然后 因为他们其实背景都是黑道嘛 嗯 然后在威胁你说你如果你敢退出 或是你敢 透露 什么的 你的家人就死定了 因为你一开始已经交出你那些私密的证件 什么什么的 你人家弟子 嗯 他们都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就是被逮捕的小弟 就是警察要问他说 为什么你不退出 他就说他有说 他有 曾经想要退出 然后那一 他说要退出之后 就有 几个人去按他家 老家的门铃 好恐怖 所以他就 不敢 因为怕危害到家人 就 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逃不掉 你知道吗 就真的很坏 这件事就真的 整个社群 整个都在讲这件事 连那个范姐 他们都有在做 做 在追这件事 真的很夸张 好啦 就 上礼拜有 跟大家答应说要讲这件事 所以但是还是觉得 有点太沉重了 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这件事的消息 这样 然后 嗯 我在追着 就是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有发现另外一个 蛮好笑的 这应该是好像 就是一个案外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血腥叫做监禁大叔 你有听过 我不认识 你可能有看过他的脸 因为他是那个几本星页下面旗下的血腥 嗯 然后呢 他其实就是在他的 他的直播上面有自己承认说 他其实认识那个幕后黑手 就是那个卢夫的其中一个人 因为他 他就是 以前好像就是那种 少年啊 就是有点学坏 嗯 然后他说 他以前 大概十年前吧 他就是有曾经跟这些 这些坏坏坏坏的 就是主谋们 他们有一起干过一些坏事 什么怯导啊 然后还有 他还当过那个 呃 圆胶的车夫 圆胶妹的车夫 嗯 就是送那些圆胶妹去 去上班的那些 对对对对 去接送的这种工作 对 但是他有说他就是喜心革面的 然后现在也很 很常做公益这样子 嗯 这其实很多节目你偶尔会看到 这个血腥上节目这样 我就想说这个名字 怎么都恶熟 但是我又想不起来他的脸 但然后我就直接去Google 就看到他的长相 我就说啊 原来就是你 就嗯 嗯 我不认识 我完全没有印象 哈哈哈哈 这就是 侮辱企图的少年 现在已经是 是是是 可是他怎么有办法 就是让观众 可以接受他 因为其实 其实那个时候 他有说 他就是他很努力想要 改变自己的 就是他很想要回归正途 然后我觉得 只要 我觉得艺人就都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有 就是很真心的说 你要喜心革面 嗯 而且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嗯 我觉得如果是喜欢他的人 也会觉得说他都已经 就是已经 已经 已经 他已经好了 他没有 他没有继续那么坏了 所以还是会原谅他 如果是你 你会 你会很在 很介意吗 我不会介意啊 可是 我就想说日本那么喜欢 道德绑架的 感觉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啊 就是他是男生 哦 我们觉得男生 很多男艺人 就算以前有臭吻 时间一过了 就觉得好像也还好 可是女艺人 好像感觉很容易一蹶不振 哦 我自己觉得啊 爱丽莎莎 很快就站起来 爱丽莎莎 她有她的才能 爱丽莎莎 她就是靠这种姿势 就是话题女王 你知道吗 她是靠这个吃饭 她玩弄流量于鼓掌之间 所以我觉得这不一样 对 她不是 因为我觉得会 一蹶不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那些女生 原本的形象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 然后突然爆了一个 完全跟她以前的人设 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才会很 反应很激烈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 本来就 本来就很多争议 本来就很多话题的人 你再多一个话题的话 他也不会觉得说 你怎么突然变这样 是哦 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 也是 的感觉 对不对 而且这个男明星 他是谐心啊 他不是在卖他的 不是什么偶像团体的 对 如果这件事是 阿布宽被爆出了 他十年前 曾经因为怯盗 那是不是 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 对耶 或是 左藤健之类的 爆出来这种事情 应该就 就爆发了 但是他 他是血型 对 我觉得很多因素啦 嗯 好哦 好啦 那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日本最近吵得 沸沸扬扬扬的 鲁夫 的犯罪集团 你现在只要收鲁夫 大概会有 两成的搜寻结果 是这个犯罪结果 那个海贼王的粉丝 会不会很生气 很生气啊 海贼王的粉丝 整个就是暴怒 他就觉得鲁夫 风平被害 对啊 就是你取这个名字 你有接受 那韦田老师有说 你可以取 叫鲁夫吗 本人很生气呢 好啦 那关于下一个新闻好了 那我们上礼拜 不是有聊到就说 寿司 就是有一个小屁孩 在那边填那个杯子的事情 我们上礼拜是说那个 夹 就是夹 夹一夹 然后放回去 那个时候 我们上礼拜看 我们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这件事还没有完全大烧起来 还没有烧到这么严重 就是只有刚开始 火花而已 结果这个礼拜 真的是烧烂 就是突然就很多 各式各样的那种恶搞影片 然后最严重 不是有一个金发的男生吗 他就是 用填了那个杯子的 就是他把那个酱油品拿起来 填一圈再放回去 或是把那个放在上面 要装茶茶杯 填一圈再放回去 那个就是最炎上的那个 然后他的身家 他的学校 他父母 所有的他的生平都被翻出来了 他爸爸妈妈带着他去 警察局自首 对 然后他 他爸爸妈妈还一直 就一直在哭 然后一直跟社会大众道歉 我觉得最可怜就是他爸爸妈妈 对 一定压力很大 而且他 因为这件事件 完全引爆了 所有包含 很多的模仿犯 然后造成 寿司狼的股价 大概170亿左右的损失 真的好衰哦 真的 衰到一个极点 他不知道害了多少 全日本人股票 就是手上的股票 就瞬间蒸发了很多钱 然后那些股东都很生气 然后包含寿司狼也是 就是说 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 他们一定会追究到底 我就觉得说天哪 这个男的被子 他以后要怎么找工作 他没办法找工作 因为他好像说是 他可以申请个人信用破产吧 还是什么的 哦 就可以改名换姓之类的吗 他可以不用 赔到脱库的样子 但是 好像还是要承担 啊付钱的呢 还不是他爸妈 对啊 衰小诶 全家都破产 对啊 而且他完全没有在反省 这个男生 他还在 很嚣张 对他很嚣张 他还在那边说什么 说什么 什么我 你们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少年法吗 什么反正我只要道歉我就赢了啊 之类的 他就会讲这种话 我整个就 会减心的 好生气哦 然后就除了 就是 他们那个是抖音挑战吗 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做啊 就 我们就不懂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 就是没有道德底线 因为除了就是 舔筷子 舔什么有的没的 他们就是还有很多人是把那个酱料 比如说把酱油混到什么醋里面 或是把那个抹茶粉 什么再倒到 别的调味料里面 那个 就是 全班人动我的抹茶粉 然后把 或是什么 把抹茶粉弄得整个桌子都是 然后抹茶粉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去吃苦拉斯喜的时候 不管是寿司郎的还是苦拉斯喜的 他们的抹茶粉根本就是 神 没错 对 我就是去吃那个粉 我们付的那个寿司的 有十分之一的钱 是在付那个抹茶的粉 对 结果动我的抹茶粉 我真的会生气 所以现在整个日本的 回转寿司都不回转了 我知道 都是要用点的 粉末导致到底 嗯 好啦就是整个延烧之外 就是还是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YouTuber啊 或是有些网红 我有看到 有看到拉斐尔 对不对 拉斐尔就是跟大家说 什么要多支持 要多支持寿司郎啊 然后不要让就是 真的喜欢寿司郎的 就是 大家都没有东西可以吃 嗯 然后我还有看到那个 哈吉妹小丘 他也有趣哦 哈吉妹小丘还拍影片 然后就说 大家要支持寿司郎 什么的 然后 因为我们之前有上过 我们节目的那个 他就是沿上之后 有去吃日本的寿司 超多人 超多人 要排队 所以好像感觉人潮 没有影响到很多吧 是不是事件高 刚爆发的隔天 的确有 还是是因为那些 艺人们有出来呼吁 之后 大家才比较愿意再去吃 可是我本来就 我不会受那些 我会 我知道你会 因为我上礼拜就 很想吃寿司 可是我就是 看了那些影片 我就觉得很反胃 你就不知道你拿的这个杯子到底 对我就会想很多 我就觉得这个杯子是干净的吗 或是我这个筷子是干净的吗 我就不会想 我会想 然后我上礼拜就去吃了两团啊 一般的寿司店的寿司 你说那种点餐的寿司吗 对 然后我就看到推特有一个 爸爸就分享一个很好笑的 就跟你讲的很像 就是那个 那个他们家女儿就问爸爸说 嘿 发生了这些 就是这些事件之后 要是世界上有那种 可以坐在位置上点餐 然后寿司就 端到你面前的那一种寿司店的话 世界不就 不就好了吗 他没有 他只有吃过回转寿司的意思 他只有吃过回转寿司 然后他爸爸就说 有这种店啊 还蛮好笑的 然后那个妹妹就说 蛤 然后他爸爸就说 对不起 还蛮好笑的 就表示 他爸爸只有带他去吃过回转寿司 对他这辈子对于寿司的认定 就只有回转的寿司而已 好就跟大家分享 我在推特上看到好笑 这条还不错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 用点的寿司 好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新闻 是不是看到你啦 整个社群到处都是 嗯 全部的人都在聊 所以也不用我们聊 那天就在跟我弟聊 为什么只有那个金发的那个影片 比较眼上 嗯 就说因为他是里面 那个脸最击掰的人 哦你说的对 他的脸超击 脸超击掰的 哈哈 他的脸很嘲讽吗 嗯 就是他整个很挑衅的眼神 他表情就是做得很击掰 就是其他人恶作剧就恶作剧嘛 然后就笑笑这样 笑笑这样 但是他就是很击掰的那个脸在做这件事 所以他最最红 他完全就是恶意角色 嗯 就是那个脸 完蛋了他 他这辈子 会聊聊 真的 嗯 好 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 这一波的新闻 觉得怎么样呢 就是还有松屋 还有烧肉店 有很多就是有那种共用筷子 跟共用酱料的店家 全部遭殃 我的天啊 哎 关于共用这件事 我其实从很久以前就 不太会想要 不太会想要去用那个 共用的卫生纸 你知道那个卫生纸 不是就放在那里 然后是裸着 裸着都在外面 就是那一张 对 这那一坨卫生纸 我都不太敢用 我就会觉得 他会不会有吸到别人的 鼻涕或是口水 比如说别人咳嗽 然后就溅到 对对对 然后卫生纸就吸进去 对啊你看不到啊 或是 人家 我们不是常常会 分来分去的吗 我吃一下你的 你吃一下我的 啊那个假的的时候 不就会喷到什么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很 我完全不在意 就是我不在意筷子 我也不在意 那间店干不干净 真的假 就是我很 很喜欢吃的很多点 都很脏 越脏又好吃 对 而且有些早餐店 也是很脏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嗯 我这份一定没问题 我就会相信的这样子 是说吃下去 也不会怎样啊 对不会怎样 但是就是 真的很多人在意 嗯 有洁癖的人 会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特别辛苦 就是我 对 所以 看大家要不要自己带筷子 或是自己带杯子去好了 这种是最安全的 可是它真的太麻烦了 对啊 可是就 就 看到它在那边填 我都会想说 好那我带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还是有影响吧 不是 诶那个填 不是说店家脏诶 是他 是他脏 对啊 然后这个 这个消息之后 还有就是 衍生出很多新的名词 你有看到吗 什么 你有看到这个字吗 寿司恐怖攻击 对 就是 哦寿司的寿司吗 跟 就是恐怖分子的那个 然后把它 把它尬在一起 又是一个复合词 日本就喜欢这样 就喜欢创造一些 奇怪的名词 嗯 好 大家应该这礼拜 就是整个推特上面 都到处都是这个 这个hashtag这样 好 那下一个新闻是 Hika 切身相关啊 对啊 我们 我们入坑 LubLib大概 第几年啦 高中入坑的 九年 九年 差不多 九年左右 我们两个是 差不多十几入坑的 我是EJ带我入坑的 那个时候是我 高中同学带我入坑的 就是一个拉一个 一个拉一个 结果 我还在坑里面 EJ早就退坑了 就是Muse Muse退休之后 退休 就是后来Muse完之后 我就是退水团 对啊 我退水团也没有敌意啦 但是就是 没有那么疯 然后就还是 这样子陆续 偶尔有在follow 就是LubLib的后续的消息 然后像后续推出的动画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在看 我是 这一代里的啦 我才开始重看动画 结果呢 我们那个时候刚入坑的时候 每天都在玩的那个手游 LubLib偶像 学员偶像计 的手游 是从2013年开始 到现在 已经 十年了 很厉害 很厉害 我没有想过它会 有结束的一天 你知道吗 对啊 我以为它这个就是永远都会在的游戏 就是一直更新 一直更新这样子 结果它没有 它要结束运营的 我们刚刚还打开来玩 然后 打开来玩之后 它就是里面的歌就变得很多嘛 就是从以前 没有选单可以选 以前就只有 因为以前只有muse一团 然后再来水团 然后 红校学员 然后新团 它们都加入之后 就是上面又有一个选单 你可以切歌 切换这样子 然后我刚才就是又点开了muse 然后点开了他们的那几首歌 我就 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每一首都还记得 非常清楚 每一首都 就是他们前奏一出来 我就知道 啊这是哪一首 哈哈哈哈 然后点进去打了一关之后 还可以跟着唱 嗯 就觉得天哪 原来这件事是会有结束的一天 而且就是我 我从来没有刻过金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抽卡运气非常好 嗯 我大概有三四排的UR在那边 就是 很厉害 十几张UR 十几张 超屌 无刻 无刻 我从来没刻过金 然后想说他停止之后 我那些UR卡 就凭空消失了吗 对啊就是没有了 就手游就是这样啊 就是你这个时候的角色 再强再好 嗯 一旦这件手游停止运营 你这些东西就是 过往云烟你知道吗 No 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他不是说就是你有 如果你有刻金的话 钱是会还你的 哦对 就是如果你有买那个石头 啊还没有用的话 他会换 他会退你钱 还蛮好的 我觉得 嗯 不过也不用太难过 他们有推出第二代 对他们有一个 学员偶像记第二这样子 就是取代这个游戏的感觉 其实就是 他们这几年其实都在推这个游戏了 那个是新的吗 最近刚刚出的 其实 推出这个二 没有 这个还没出 二还没出 就是推二之前有另外一个3D的游戏 哦哦对 我误会成3D的那一款 3D的那一款 其实评价没有到非常高 所以他们才要出二 对 他们就推 现在要推二这样 然后我上礼拜还有看到鲤鱼 就是那个 坦克克那个角色的生优 他们有 有在介绍这一款游戏要怎么玩 大家都在推 对 就是要把 一的资源 改推到二啦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就在想说 不知道游戏运营会不会就是 把以前那些老玩家的卡 可以就是继承 对嘛 继承嘛 我不要让他推高消失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 就是想说要让你重新开始 就是要赚钱嘛 一定所有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嘛 可是就 只有卡面也好啊 就是那个卡已经不能用了 已经没有 没有办法武力提升了 也没关系 就是如果那些卡可以移植过去 然后有一个 相簿或是什么的之类的 把它存在一起的话 那不是 老粉也会 欣然的落泪 反正我一定会在他 撒比斯修留之前 把我全部的 我把它截图一遍 全部存起来 很多卡面真的都是 啊 这一套是他们 呃 什么 最后一场 公演 Live的时候的那一套 啊 这一套是什么 什么活动 或是有时候那个 当初出的时候 大家很强 然后我刚好抽到那一种 就会觉得很爽 会有一个回忆 就是你看到这张卡面 你就会可以 大概想起 啊 这一套衣服 然后这个故事 这个角色 然后就 老泪重恨 然后像刚刚 Kika有稍微看了一下 里面的那个 就是 公告 就是庭运公告 它里面是没有讲到说 遗址这件事 对 没有提到这件事 只有说如果你有 你有克机的话 他会退前进 对 我觉得他们不会 应该就是真的 应该就是真的不见了 对 而且他这款游戏 从我小时候 小时候 高中的时候 我们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说 我下课十分钟 我开这个游戏 一首歌大概三分钟 我可以打三场 因为 他有时候会出那个 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一个活动 对 然后你就要一直去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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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积分到一个点 他就会送你卡 对 然后我就记得 我那时候下课十分钟 我就会打三首 然后最后一分钟 去上厕所 这样子 这真的是 我 我的 求学时代的回忆 也是我跟LUB LIVE 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吧 跟回忆就是 这个手游要结束了 我们现在的背景音乐 应该是那个 在更新时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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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的音乐 我刚才特别 拜托 vandaag说 你快 快把这个BGM录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有玩过的人 一定都非常恶熟 就是在更新的时候 灯的时候 然后还有就是 你结束的那些营销 真的都 你一听到 你就会知道 是它们 雖然說我到後來也比較少打開玩 可是就會不想要讓它不見 我可以理解 它就永遠應該要存在手機的一個地方 我以為這款遊戲就是永遠都不會不見 就是那種 不會想到說它有一天會煞彼此休憩 對 可是我有問張老師 因為張老師他玩超級多款手遊 二三十款以上 我就問他說像 老布賴布這樣子的手遊 從2013年到現在 這樣子算很久 他就說以手遊的壽命來說 都算超級久的 真的齁 因為他說很多 就是很多推出的時候 可能當初IP很紅 但是過一兩年 然後有些可能兩三年 他們就已經結束運營了 就這樣子以老布賴布 這樣子的英遊來說 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他這樣跟我說 我就想說 欣慰 對 好啦 他也是在了十年 而且重點是有其他遊戲是 他的 可以延伸 對延伸物 就是不會說這個東西 真的完全不見 對 對啊 就跟那一 不是不知道 我是還沒有去研究二的 的玩法嗎 內容是長怎樣 可是界面都不一樣了 對啊 好啦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就是又在玩了 會不會繼續移植到第二代 你會去宰吧 當然會去宰啊 好 那我也宰來玩一下好了 嗯 就跟大家分享說 嗯 阿布賴布賴布的手遊 要結束運營了 趁他結束前 趕快去 最後的回味一下 嗯嗯嗯 3月 今年2023年 3月31千 要趕快去玩一下 31號之後 這款遊戲就會消失在 你的手機裡面呢 我們剛剛還 用了 Hika 裡面剩的石頭 在石抽了 超多張UR的 我覺得他們就是在 大放鬆 因為其實你現在抽到UR 有沒有什麼用啊 對啊 我剛剛10抽就抽到3張UR 以前根本就不可能了 不可能 你30抽可能沒有出一張 沒錯 好啦 那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個新聞 好 那下一個消息呢 就是我們 應該是好幾週之前 去年的時候 有跟大家分享說 就是名偵探柯南 他不是要出一個 有點像外傳的動畫嗎 嗯 就是黑衣人 是主角的一個 對 番外篇 就是 我們在看柯南動畫的時候 不是那個嫌犯 都會嫌黑黑的嗎 嗯 然後很奸詐的笑容嘛 然後每一個嫌犯 都是長那樣子 嗯 然後反正就是 這一個外傳的動畫 就是一直在嘲諷 說米花市 到處都是 殺人案 然後到處都是 殺人魔 然後都會死人 每天都死好多人 警察都在辦 殺人案這樣子 就在嘲諷這件事 嗯 然後這個 這個動畫是 在2月1號的時候 在Netflix上面 全球正式上線 嗯 那是你去年 我去年就抗館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 資訊對不起來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天啊 不是2月1號才上嗎 我昨天才看的 哈哈哈哈 不是 因為我之前就很想看 可是就是 台灣這邊還看不到 對 我就會去一些很奇怪的網站上面看啊 就是有一些 外流 哈哈 因為日本那邊好像播出的時間是去年 10月 2022年的 10月到12月播的 嗯 所以它其實已經演完了 已經演完了 嗯 然後我就想說 對呀 我記得 我昨天打開Netflix上面 它上面還有一個什麼 新上線什麼的 推薦之類的 嗯 什麼Netflix獨家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這才剛上啊 你怎麼會先看完 我就是在奇怪網站上面看的 所以你把它六幾集啊 八集吧 八集 全部看完了 我覺得很好看啊 你們覺得那個小蘭的頭髮特別尖嗎 你們覺得小蘭的腳 變成正中 腳特別尖 正中尖了嗎 它之前不是有點就是 45度角 對 然後結果它這一個 在范澤先生裡面 那個小蘭的腳是在 頭的正中間 而且特別的尖 非常的正三角形 對 我整個問號欸 我在想是不是 他們的畫風有特別就是 想要跟 特別惡搞一下 對對對 跟正 正 正片的稍微 畫風有點不一樣 看它那個片頭曲 他們跳舞很可愛 很迷幻欸 很可愛 爬哩爬哩 哈哈哈哈 而且它一集好像 十五分鐘而已吧 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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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非常輕鬆 好笑 就是你可以無腦的 對 有時候吃飯的時候 就想配一些無腦的 嗯 因為有時候看新聞 又有點太 太負擔了 嗯 我懂 所以我昨天 就打開來看 它就一直播 一直播 一直播 我就這樣一直看 一直看 我就看了 到第四集 這樣 那你就說你膩了 差不多膩了 好癡欸 哈哈 很好看啊 哈哈 因為我 我大概懂它的套路 跟它的笑點 然後前三集的時候 我覺得哇天啊 太好笑了 然後它那個時候 不是第三集的時候 就說什麼 啊 我知道有些人 只看到第三集 之類的 它就自己吐槽 自己這件事情 就也差不多有人 不看了 這樣 對對對 它自己吐槽說 啊三集就 就會有人氣坑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笑 我就想說 好啦 那我再多看一集 四集 嗯 所以在Netflix上面 就是Netflix 不是也有上那個 什麼警校篇嗎 對啊對啊 警校篇之前 也是要去 奇怪的網站上 才看得到 Netflix 把版權買下來了 對 不錯 拍手就好 真的 那一篇一定要看 因為 裡面的那些 警校 哦 警校系列的角色 就是以前在 本篇的時候 就是很重要 對 很 握底的握底啊 很重要 但是 去警戒 你就不太認識 他到底是誰 對 那你看了 你就會了解 他是誰了 就會發現 那些壞人集團裡面 有一半都是握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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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每個人的派系 有點不一樣 欸他是警察這邊的 然後他是哪裡這邊 他是CIA的 哦對啊對啊 他是公安的 哈哈哈哈 就會發現那個組織 真的已經快不行了 哈哈哈哈 只是他們不知道彼此 也是 嗯 也是握底啦 對 嗯 那一篇好像也才幾集而已 所以 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看警校篇 好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些 一些美食 或是想要 找一個配飯看的 嗯 這個很適合 在Netflix上面 就有會議哦 推薦給大家啦 好 那下一個消息呢 是日劇消息 就 我也是 算是這幾天才剛看到 一個算很新的消息 就是 喬本還奈呢 他要首次當 日劇女主角 恭喜哦 他熬很久了 對啊 他熬很久 他已經 就是 進軍演藝圈 然後的演員這個角色 嗯 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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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次都演配角 配角 然後 我覺得他算是 什麼都很勇於嘗試 像他之前不是去舞台劇嗎 嗯 我就會覺得說 舞台劇這種東西 不是一個 演技差 或是對自己 沒有信心的人 踏上去的地方 因為舞台劇真的 心臟要很大顆 對 而且都是live 只有一次 嗯 然後 大家都是現場 你沒辦法剪接 你沒辦法咖 你沒辦法重來 所以很多演員 不是都是從舞台劇演員出生 然後到螢幕前嗎 嗯 所以很多 這樣子出生的演員 人家都會說 他演技特別好 嗯 我就覺得 華南應該是有去那裡 歷練了一下 沒錯 嗯 好那 他這次主演的就是 劇名叫做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 然後 男主角是 三田兩界 哦 所以人家就會說 這一部的 看點就是 男女主角的演出 哦 對啊 就是劇男美女啊 然後這一部呢 獻給國王的無名指 這一部 他是由 渡邊治税 這個漫畫家的作品改編的 然後呢 這一部漫畫 我跟阿球 在大學時期 我們有曾經一段時間 是在狂看這一部的 所以他是原作 好看的 我現在這個年紀再回去看 就覺得有點太狗邪了 但是 但是那個時候很著迷 那種 那種設定 好先跟大家 簡單講一下這個 漫畫的設定好了 我是講漫畫的 嗯 因為他 我不確定他日劇會不會 會改多少 嗯 然後反正就是 他就是在講說 女主角是一個 超級漂亮的女生 就是還奈本人啊 可是 好沒關係你繼續聽 反正那個女生 長得超級漂亮 但是他就是 會 大家就會覺得說 他性格很差 嗯 然後都很愛誘惑男人 就是靠著美貌 然後得到工作 得到大家的喜歡 這樣子 但其實那個女主角 只是 只是 臉 臉很漂亮 然後 很常被人家誤會 然後很常會被 奇怪的男生 糾纏 但是他 但是他其實 個性不是惡女 那種個性 但是他只是 裝出一個 我就是一個很壞的女生 你想怎樣 來保護自己 嗯 就是他的 衛裝是一個惡女 這樣 然後男主角是 他那個城市裡面 一個集團 就是 那個集團 就是包辦了 你就生老病死 然後的一個很有錢 很有錢的集團的 公子嘛 嗯 就是 就是兒子這樣 嗯 所以人家都說 他是 這裡的國王 嗯 因為 嗯 他們家 的勢力 在這個區域 就是 到處都是這樣 然後 他們就是 因為 他就是想要找一個 假結婚的對象 然後就找到了 女主角 他一開始也以為 女主角是個性很差的惡女 然後就想說 好啊 這樣我們利益一致啊 嗯 那我們就假結婚 然後 女主角的美貌 也可以幫助到 他們家族的 就是婚紗的產業 這樣 婚紗事業 大概就是這樣 很狗血的劇情 然後就是婚後 有開始產生什麼火花之類的 婚後 就發現 其實女主角 個性也不是這樣子 什麼 什麼 男主角也有 就是大概可以知道 他後面會怎麼演 就是那樣子 可是這個圓作漫畫的女生 她是比較那種 我想一下形象 就是比較高冷 比較 演的形象 然後 環帶是比較可愛 比較清純的感覺 搞不好 他就突破自己去演高冷啊 我就在想說 說不定那個時候 他們劇組會把她 的造型 把她弄出 圓作的樣子 所以我這邊先 先 因為有些人就說 他那圓作女主角 可能比較適合 北川景直 哦 那種 有點強的 然後對 比較 酷的女生的感覺 但是我很期待環內 不知道 突破自己的那個 對 這邊造型就是 很適合 對啊 就是推薦給大家 這部呢 她有說什麼時候會上線嗎 她是 春季的 禮拜二晚上十點的 那就是 四月的時候會播吧 我不確定哦 春季就是四月嘛 對 春季的 日劇 反正 我想一下那個什麼 KK什麼的 不是有個 KK Day 有一個台灣在追日劇的平台 嗯 KK Day KK Day 是嗎 對啊 他們應該會買 我覺得 他們很常選一些 大家都想看的日劇 他們選戲很強 所以我就想說好 等他上了之後 我再 我再去看這樣 好 嗯 推薦給大家 好那 跟大家分享一個 最後一個消息好了 這是很短的 很短 而且很輕鬆的 因為連這條新聞我爸跟我弟都有貼 貼到群豬 真的哦 因為那時候 怦然心動的人生真理魔法 他就是在Netflix上面的一個 一個 印記 嗯 就是有一個人叫做什麼 敬騰馬力慧 就是一個很喜歡真理的人 嗯 的印記 他就會到處去別人家整理 整理師 他是整理師十足 嗯 他其實是從一本書 就是這個 這個怦然心動人生真理魔法 這一本書開始爆紅的 嗯 所以他原本是從書開始 哦 是哦 然後才 後來才 Netflix才找他 我們那時候 為什麼會全家一起看這個影集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家剛好有廚房打掉 從 從新裝 黃 黃 我們的廚房 嗯 然後 就剛好我們全家就有大 大 大整理一次 嗯 這樣子 然後就看這一部影集 那你有 找到他的魔法嗎 就是我跟我 我們家的人都覺得他的那個 魔法很像 很像什麼奇怪的宗教 什麼的 不會啊 他的那個宗旨不是說 就是你看著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 心裡又 怦然心動的感覺 對 你有沒有 想要再用他的慾望 或是想要再穿他的慾望 或是你有沒有辦法 想像你跟這個東西 在未來 繼續生活 他不是就是大概這樣子的理論 然後去來 讓你判斷說你這個東西是 要流呢 還是把它處理掉 這樣子 嗯 然後那個我記得那時候 這個影集在紅的時候 丹妮表姐就有 泡說 這個怦然心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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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感覺太臭相了吧 我 我覺得 我他媽每個都想要啊 我每個都心動 我每個都心動 我全都心動 對 然後就會變成說 就是 就是 就是已經沒有辦法斷捨離的人 對 就是沒有辦法靠這一個方式 對 來 來 真的做到 像他那樣子 然後結果就會變成說 你們家就會買很多盒子 去裝這些 因為他說要分類嘛 對 我們就有分類啊 分類出來的東西還是很多 哈哈 我是一個完全可以斷捨離的人 我也算是可以啦 可是像我媽就是覺得 每個東西都會用到 他就不會丟 老人家很多都會覺得說 你丟掉以後還要再買 對 然後他就會學 就是因為他說要分類嘛 分類 分類然後放好嘛 他就會去買很多盒子 然後放那些 看起來 不太會去使用的東西 這樣 所以就是 又買了 又多花了一筆錢 來裝一個 其實已經不需要的東西 對 呵呵 好 但是呢 這個整理的魔法 的確是幫到很多人 對 然後也讓他賺超級多錢 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 我自己本身是有 有幫助的 我覺得 我本來就可以 辦到 你本來就會整理 對 EJ本來就會整理 像我 我原本的房間 就是 爆炸那種 嗯 東西亂丟地上那種的 然後我自從我們家那一次 大整理過後 嗯 我覺得我現在還維持得不錯 那太好了 對 然後呢 會講到這個 近的馬里會 就是因為呢 他這個消息 已經 普遍到 連呱吉他們的新資料 夾都講了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原本還想說 這條還是拿掉好了 哦 就是因為大家社群都在傳 就是在 呃 他就是在某一段訪問裡面 自己有承認說 雖然他是靠 就是整理 就是烹然行動整理法 這件事情爆紅的 嗯 但是他最近因為他的第三個小孩出生 所以導致他 已經沒有什麼心力在 整理這件事情了 那標題下的很好笑 就是說 家裡很亂 放棄整理 對 很嚴 也很 很嚴重的感覺 對 嗯 然後他就說 比起整 花時間在整理 家裡 還不如就是 嗯 我想一下 還不如就是把 更多的時間拿來陪伴他的小孩 這樣子 嗯 我就 看到這些新聞 我就想說 哇 連他都放棄了 哈哈 小孩真的很恐怖 怎麼會有人想要生 三個呢 太有勇氣了吧 對啊 三個 我就想到 一個就是會讓一個媽媽產後 猶豫到不行了 然後他生了三次 就表示 有小孩 家裡要怎麼很整齊啊 對啊 小孩的東西超級多的呢 對啊 而且小孩會自己弄亂啊 對啊 他就是一個 嗯 會動的 稍微有智力的 爬爬動物 然後到處把你的東西撥下去 然後就跟貓咪一樣嘛 嗯 可是感覺比貓咪還要不受控制 對 嗯 所以就是 他放棄整理的這個小消息 應該大家在社群上滑 滑鐵文都有滑到 所以 像我爸那個時候就 沒有很熱 熱衷跟我們家人一起整理 家裡 然後但是因為那個共用空間 像一樓 嗯 那個客廳那邊 就其實已經變得蠻亂了 他會弄亂嗎 你爸 就是他們弄亂 哈哈哈 然後他就會貼這個 然後就說 你看人家都放棄了 啊我們 這樣子也沒怎樣吧 所以這個新聞連你爸都有給到 對 就是合理化自己把家裡弄亂的 這個 這個 心態嘛 因為 連那個大師都放棄了 啊我們放棄 有什麼區別嗎 沒有跟他說 你女兒已經25歲了 哈哈 跟那個三個幼兒是不一樣的程度 不要替自己找藉口 哈哈哈哈 嗯 好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我房間還是 還是 沒有 EJ本來就是會整理的人 對 像我就是 有被啟發到 才慢慢的會維持 自己房間的 整潔 嗯 可是我覺得 他的這個心態 其實是有影響到我買東西 哦真的嗎 對 我買東西 就是 我覺得我 學生時期嘛 就 在剛開始有一點經濟能力 可以買一些自己的衣服 嗯 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亂買一通 就覺得 我什麼都 只要有一點喜歡就會買 對 然後這一季流行什麼 我也會想要 有一個這樣的單品 可是我覺得 我漸漸有變成說 這個 到底是不是適合我 我真的需要 多一件這個東西嗎 然後 我就 我真的買東西會想很多 嗯 下去買 很好啊 這樣子 買東西 就不會買到錯的 可是我又在想 是不是 我的 我的 我的經濟能力 束縛住我自己 但其實我是可以買的 所以我就會想說 那這個錢 省下來 去別的地方 像我會想說 我買這個東西回家 我要放哪 如果我想不到 它可以放在哪 我就不會買 放東西也是一個 學問對不對 很寶貴的空間 像去年冬天 不是很多youtuber 在推那個什麼 Candle Mana Candle Mana Candle 那個最近也是 超多廣告的 我其實很想要 我也很想要 那個熔蠟燭的 熱的燈 那時候不是 爐樹燈 那個冬天那個時候 聖誕節那個時候 不是推出很多什麼 組合 聖誕禮 就是你買那個燈 會送你蠟燭 這什麼 對 這個超吸引人 就很想買 我也有在想 然後我就會想說 那我買下去 我要放在我房間的哪裡 對你要先有地方 對啊 我就想不出 有一個位置可以放它 我想像不到 我就沒有買了 對 可以理解 如果是以前的 我就會先買下去 再想要放哪 再喬一個位置給它 那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子你的房間 就會越來越亂 對啊 好 慢合理 好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禮拜很多 很多的消息 對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對啊 好 那我們的那個 Apple Podcast上面 有一個 勞命軍的留言 他就說 就是 要業配可以 但是不要連續三集 都是中斷 之後突然開始播廣告 那其實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用的 就上架平台是 聲浪嘛 上昂 然後他最近就是推出了那個 要不要在開頭上面 插廣告 那個是 他們好像是很 很最近才推出的一個功能 對對對 是新的 然後我們不是也是 停更了一年 左右嗎 然後後來才有這個功能出來 沒有一年啊 半年啊 半年嗎 然後就 就是沒有想太多 對 我們就想說 哦 就按啊 哦 就可以按嘛 反正如果有人看就會 我們就會有收益嘛 這樣子 就沒有想太多 然後 可是我有聽啊 可是就是開頭 就想說開頭30秒 就把它切掉 直接跳轉 但是沒關係 我們 我們從這一集上架的時候 大家應該就 聽不到廣告了 嗯 我們想說 我們這個小小頻道 對啊 我們把那個 賺不到什麼流量 就不要廣告好了 還是 不要影響大家的收聽 對啊 最重要 嗯 所以 以後應該就是不會再有 這樣子的 我們以後就會go for 對 都go for 沒問題 都go for就好了 好啦 希望可以解決到你的問題 這樣 然後也有 是不是有人反應說 背景音樂很大聲 我好像有看到一個留言 那個應該已經改善了吧 對啊 好幾好久之前就改了 對啊 音音 都有改了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回覆它 就是我們有 我們有 對啦 我們 我們都有聽到你們的反應 然後我有 也有改了 就是有把那個 就除了開頭的地方大聲以外 就我們在講話的時候的音效 都拉到非常低了 嗯嗯嗯 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建議都可以留言 或是 有人會覺得說 我們其實可以不用背景音樂嗎 就是直接無聲這樣 可是我覺得沒有背景音樂 超級乾的耶 超乾的 歡迎我們兩個同時沒有講話的空檔 就是完全就是 無聲音耶 好 那 沒關係 我們再 再 慢慢改 如果還有 哪個方面需要改進的話 就歡迎大家 都可以留言跟我們反應 嗯嗯 好 那這禮拜就到這邊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是日之聲 我是EJ 我是Hika 我們下回見哦 拜拜 拜拜 拜拜